另外讓我們再看看這一位 剛剛是烏土薩 土薩台灣話就是土薩 烏土薩老居士 這一位叫做清歡俗老居士 歡俗台灣話是韓籍 管他去土薩的韓籍 都往生 所以本省人取這個名字 非常非常的淳朴 非常非常的有香土味 他沒有不假虛勢的本來面目 這清歡俗老居士 剛好和剛剛烏老居士 不同的典型 烏老居士是一天用功念五六換身佛號的人 這清歡俗是剛好從來沒有在念佛的人 就是一般世俗人 而且喜歡喝酒 脾氣又暴躁 當然 你喜歡喝酒脾氣又暴躁 老病死的苦很快就早上門了 結果就中風了 中風多年 腳缺氧 到最後腳潰爛 痛苦的不得了 而喜悦就把他送去 醫院 去治療 就在醫院八十幾歲老人家 活生生的一條腿就把他給 剁掉 你看看 活到八十幾歲 還要受這種殘悔之苦 那也許老人家身體太虛弱了 歲數太大了 受不了這種手術啊 就血流不止 可是 大家知道 他雖然沒有學佛 可是多虧他有一個 信佛念佛的孫女和孫女婿 所以所有的眾生 都是由 沒有學佛而學佛 沒有念佛而念佛 沒有吃素而吃素 沒有往生而往生 裡面最要請活度有緣人 家裡一定要先有一個人 有這個好的姻緣 有這種善根福報 接觸的活法 然後以身作折 把活的慈悲 活的光明 帶到我們的家裡 慢慢慢慢 趕快我們的周遭 他孫女和孫女婿 看老人家病了這樣子 就趕快聯絡 我們去幫他念佛 那時候後學還在台北 我們就有個台北進入念佛會 我們就去醫院去看 這個秋老居士 一看不得了 病得奄奄一息 哀嚎不已 血流的整個床單 幾乎沾滿了血跡 我們在那邊真是體會 世間的苦 八十幾歲還要痛苦到 這樣子一隻腿被剁掉 血流不止 就趕快和他家人溝通 我們看多熱 這個再下去就是家戶病房 家戶病房 壓一壓 沒辦法就是太平間 就是殯儀館結束一生 我們就向他家屬提醒說 你們還有一條路可以走 什麼路呢 趕快回家念佛去 兩個結果 第一個 你真的信得過活 萬年放下 一心念佛求往生 受未盡病恕好 受命還沒有到的話 病會很快趕快好起來 受已盡恕往生 受命要到的話 趕快就往生去了 不用受這種 老病時的痛苦的折騰 當然他家裡啊 看他老人家 醫了這樣子 還把腿 八十幾歲還剁掉 當然他就接受 就帶回家了 回到家裡 就是我們的天下 所以後學再三的提倡 我們要希望能夠 在自己的家裡 安詳往生最好 那是我們自己能夠 做主的地方 我們活要怎麼念 沒有人會干擾 其他的地方再怎麼好 那是人家的地方 我們要懂得這種人情世故 不要因為我們的學佛念佛 而讓對方起煩惱 所以這樣魯佛兩家聖人所教的 我們都能夠得到他的福報 那這邱老君是因為他沒有念佛 我們在念他不會念 就在那邊叫啊 可是佛經上講得好 我們這言無題的眾生 耳根最立 他不會念你就念給他聽 他就整整聽了一天的佛號 一路耳根勇為道總 就把他 本具的活性給啟發作用了 念一念念一念 聽了一天佛號後 血就止住了 血就止住了 我們那時候在場還有 台大醫院的醫生 那醫生說不得了 這個只有佛法能夠解釋 回到家裡 血絕一切的醫藥點滴真藥 全部都血絕叫光念佛 念一天的佛 在醫院裡面醫了半把個月 血流不止 輸了多少血打了多少針 弄了多少藥就是沒有辦法 回家念了一天的佛 血就止住了 太好了 所以第一天他不會念佛 第二天血止住了 我們就趕快 勸他 放下一切一心念佛 我們就向老人家講 說好好念佛啊 壽命沒有到的話病會好起來 壽命到的話可以往生 不用受這種老病時的折騰 他老人家張大的眼睛看著我們說 嗯有這麼好嗎 後學說有啊 您還沒唸 只是我們唸 您看看您血不是止住的 不是人比較舒服的嗎 這就是應光大師 臨終三大藥的第一藥 要善巧 開導 安慰 令身正信 他一聽有禮他就跟著念了 所以大家知道 註念 註念 註念就是幫助往生的人 提起念佛往生的正念 佛法是講智慧的 佛法是講因果的 不是說你不用念我念就好 假如說對方不念 光我們念對方就可以怎樣的話 諸位想一想 我們都不用在這裡輪迴了 活都已經成活了 無量神通 無量智慧 活就怎麼念 怎麼念 我們都成活去啊 都了生死去啊 那這樣子又不是佛法 這是外道 是神道社教 因果不相符 佛法為什麼傳了這麼久 它是講真實的話 它是合乎因果的話 所以活是醫生啊 開出的藥 我們眾生有病要吃下去 你病才能好 所以註念 註念 幫助當事者提起念佛的正念 所以第一天不會念 第二天能夠跟著大家陸陸續續的念 念到第三天 你看看這老人家 也是八十幾歲啊 很清楚的就說 扶我起來看歐明陀佛 他本來躺在床上 我們前面也過一頓歐明陀佛 他念到有味道說 扶我起來看歐明陀佛 我們就把它扶起來 靠著床頭 就對著這歐明陀佛的像念佛 歐明陀佛的一頓歐明陀佛的臭 愛 歐明陀佛 手就舉起來 向大家說 《Sayoena na,再見》 -Sayoena na,再見 就用日本話說 再見 哇 我們真是很高興 哦 我們也向老人家說 再見,再見 其他世界再見 再見完 He又繼續念 念了幾句就熱 添膛的說 歐明陀佛怎麼還沒來 歐明陀佛怎麼還沒來 佛不是說會來接嗎 怎麼阿彌陀佛還沒來 諸位要記住 這個時候旁邊的人非常非常的要緊 所以靈命中時 要能夠正念昏明 要能夠不顛倒 我們就趕快勸他說 老人家您安心的念你的佛 阿彌陀我知道什麼時間來接你往生最好 這句話就把他的心給安下來 實際上我們要有一個經驗 確實就是這樣子 實際上佛都已經來了 我們感受不到 佛請出來佛就來了 可是我們的心還在那邊 平靜不下來佛怎麼還沒來 佛光要照到我們的心田照不進去 不清楚阿 我們就全部把它萬年放下 就念你的佛都不要再想什麼 佛還不曉得什麼時候來接你 佛已經成佛以後了 三千大千世界 哪裡下幾滴小毛魚 佛都一清二楚 佛還不曉得什麼時候來接你往生 所以佛那邊根本沒有問題 問題在我們自己 所謂的一念相應一念佛 你唸到有沒有阿彌陀佛相應 我們就這樣勸他 這七五老居士就 心就靜下來 就跟著大家要唸 又唸了幾句就輕悄悄地說 再五六步就到了 再五六步就到了 他老人家真的看到佛來接他了 然後又唸了幾句 手就舉起來 面對著這尊阿彌陀佛的相 這樣子招手 自己就說阿彌陀佛 等了您老人家好久了 阿彌陀佛等了您好久了 就這樣滿腔歡喜 正念佛名跟著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樣笑嘻嘻地往生 大家想一想 這念佛的可貴慈悲到無與互佳 一個八十幾歲 從來就沒有念佛 又脾氣不好 又喜歡喝酒 半身不遂 腳潰爛缺氧 腳剁掉 血流不止 要死掉的人 我們這樣子當安 念佛 這樣子勸他放下念佛 而能夠這樣子的善終 這就是我們淨土法門的可貴 不只自己信念祭祖 老實念佛 歡迎求生希望 還有一個更保險的 就是祝念 應光大師說得好 不要說平常你沒有什麼念佛的人 這靈命忠實 需要人家幫你祝念 即使你是平常非常用功 非常勇本精進修持的人 時間一到也非常需要人家祝念 何以故呢 我們了解的佛法就知道 我們眾生五死結不曉得造了什麼業 他這業力什麼時候要現行啊 您不知道的 大部分都在你臨終 自身都難保了 一口氣都不來了 最脆弱的時候 這數世今生的冤家債主 就現前來幫你折騰來干擾了 所以我們進入我們 有這個祝念啊 就有一個保險 太好太好了 我們啊 感謝這邱關屬老居士 視線這種從來沒有念佛的人 而因為兒孫的關係 能夠接觸到佛法 將這麼短的三天的時間 能夠這樣自在安詳往生 那大家再想一想 也不能說 那我平常不用念 時間一到來祝念 那又錯了 佛境上記載喔 人靈命中的時候 能夠聞到一佛名 一菩薩名 或者是大乘經典 一句一句 他最起碼的功德 不是多三二道 可是這是要相當大的福分喔 鳳雲世界上一天死傷多少人 有幾個人臨終是聽到佛號 大部分都是聽到 淒慘的叫聲哭聲 他們沒有那個呼抱 而這邱老居士他 雖然居士生沒有什麼修持 可是過氣聲絕對 和蓮油結了善緣 在這要緊關頭的時候 這善緣的力量現前了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最保險的 第一平常自己信念祭祖 老實念佛 再加劇士要建立一個佛化家庭 平常就要把這個往生 利害關係講得一清二楚 要交代好 多少人以為沒有交代 兒孫家人不曉得怎麼處理 而誤了大事 再的兒孫一定 不管你有沒有信佛 你就要遵照老人家的信念 好好如法 護持老人家往生 再的就是要廣結 這些念佛的好的善緣 實踐一道 兒孫有時候在念 念了 因為看自己親人要往生 我們是環乎 念了佛化不成聲 不成調 臨友是第三者 心裡濾濾不動 助你一臂之力 就能夠成就一場 很莊圓的註念的功德 我們祝福秋安淑老居士 安詳往生 早日成願再來 也感謝他 是另外一種典型的視線